听听密室 我们密室里边坐着的 今天都是和您一样的老爷们啊 听到这事之后啥感觉 我这个不是那种 就是说年轻 年轻小小那点 现在已经改了 因为我最了解他 你咋最了解他呢 我和他出一年多 一年多时间了 您不才认识他一年多吗 他这都好几十岁了 好几年那是年轻那点 现在这个不呢 以前他也和我说过 他说那是以前年轻的人 现在和你结果打我也不能打呀 我也不会说什么呀 你说的已经很给力了 现在他特别需要有一个人 来帮他说一下 他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那我问问吧 咱女嘉宾 我们也聊了这么多 咱说得挺坦诚 那他的一个相处了 有一年多的朋友 也给他打证实了 人现在挺好 你相不相信 以后过日子的时候 他不会再家暴了 能相信 因为年龄在变嘛 年轻人都是好打好闹的 数字大了也许有点瘦的 也许能吧 你长得奖礼的人都不得家暴 对 奖礼 对 就是我要犯错误了 我住在哪地方 你犯错 住在哪地方 长的真是没事 不会家暴 对对对 你爸有一会儿干横啊 他比谁都横 不干减的 对对 对对 咱们男嘉宾的脾气秉性 到底是不是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还真的得拿到生活当中遇到事啊 你看他遇到问题的时候怎么处理 才知道是不是已经改变了 好吗 让我们进入爱的剧场 小谷啊 那孩子咋带的呀 怎么了 那都吐奶了 回家连吐好几天 是吗 那有你这么带孩子的吗 亏了你还我爸我妈 还让你住他家 有你这样带孩子的吗 没发现他 那我得怎么称呼你啊 怎么称呼你干你啥事啊 跟你啥管呀 他谁呀 阿谷 怎么你光复啊 你可得了吧你 如希任新长的嘛 孩子啊 这孩子没带好 对 没带好 没带好 他们就是因为跟你处对象了 天天心没在孩子身上 那姑你要是真是处对象的话 你别跟我说带孩子吧 孩子嘛 我也疼孩子 你疼孩子 一定会给孩子带好 那是不是他给我儿子那个奶里 放凉水了 是不是你呀你啊 不能吧 这可能 我看他面可不善啊 我现在有多少人结婚之后啊 那对孩子下黑手 不满意俩快得不好 他也有孩子不能 他也是有孩子 那孩子还不会说话呢 那你怎么跟他出上之后 还送你这待一个星期就这样了呢 那不跟他有关事跟谁有关啊 不是 也许孩子吃不对劲的 是不是你啊 你看你这样吧 如果要是因为这个带孩子没带好啊 马上你们之间产生矛盾了 你看咱们以后再想想别的办法 想啥办法 能让他们年轻满意 你带了半年都没啥事 现在就这样了啊 我跟你讲过啊 你小心点他 以后咱们找着原因 咱们能把孩子带好吗 就让你们满意 那行我就看他表现了啊 好啊 要不然的话 然后你送过来之后 不行安个监控吧 行 安监控 真的是外人啊 真不是有玄关 真不行 还有男人把孩子带好以后 我们经常让把孩子带好 不要他们年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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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说些正确的 刚才啊 那个子儿媳妇啊 她也是说是小 你那孩子吧 是自己谁都心疼 除了毛病都心疼 你也别扯过来 这我理解 不会是 不会往心里去 她是不是小 年轻 一时冲动 都是为了孩子 咱们将来 你还得好好出动 你也别往心里去 这俩人互相心疼了 当然 当然 说什么呢 对 都是咱们的 都是为了咱们好也是 一个是为我好 再一个 也是为了自己的孩子 万一以后咱俩真成了 我这也是做父亲 我理解 你理解就可以了 咱们我的心疼孩子 一定能不心疼孩子 你理解就不行 行了行了行了 跳出来 这俩人过上了 咱们女嘉宾 刚才处理这个事儿 整个过程当中 你觉得我们男嘉宾 有没有什么叫冲动啊 要鸡眼那种 苗头 还没发现 没有 说话态度啥的 都挺好的 挺好的 要高像说 他像以前往常那样 找着发皮的 那孩子 他又该说一些别的了 其实刚才文文已经够尖锐的了 挺刺激了 他还没发火 我发现刚才两个人 真的都特别善解人意 而且呢 面对自己的晚辈 不管是咱们男嘉宾 还是你嘉宾 都能够特别好的处理 因为孩子晚辈 真的的确是心头肉一样 所以谁都不希望这样 但是我发现咱们男嘉宾 我还是希望能够提示你一下 因为人呢 是需要平等的 我们不能太放低姿态 因为包容 理解和迁就 这一点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的内心 如果把自己放得太低的话 你会过得非常非常憋屈 因为这个人 还没有出现在你的生活里面 如果真的出现在你的生活里面 我们不能像原来那样 动用我们的拳头 去怎么样解决问题 但是我们更不要怎么样 把自己放得太低 低到尘埃里 你的日子也会过得很艰难 而且你本身不是个那样的人 你憋时间久了 一爆发 我觉得那更可怕 咱还不如就正常处理 我用这个 用头脑 智库 好 张弛有度 收放自如 对吧 这可能是 用智库 说你 这可能是你生活的态度 生活的智慧 也是你日积月累 这么多年下来的一种财富 我觉得咱女嘉宾相信你了 相信你能变得更好 也展现你的魅力了 我觉得这个就足够了 好 还有什么要问对方的吗 二人 两位 没有吗 没有 来 二位请起 你那个朋友 照我会说 不是 你那个朋友 先打在嘴头问 给您一点时间 稍微考虑考虑 好吗 来 稍微休息